普里镇篮球协会周末杯篮球锦标赛 之前在普里综合球场开打 吸引12支队伍保名参赛 先议员戴士权表示 这次参与的队伍来自县内各地 也借由周末的举办 让大家以求会友 让身体都能够更健康 普里镇篮球协会理事长邱文亮表示 周末杯篮球比赛的举办 可以让大普里地区的篮球运动员们 有机会做一个良性的交流 而除了团体竞赛 也举办了三分球的比赛 展现大普里地区选手球技的高水准 今天举办的是我们年度的 周末杯的篮球的比赛 我们一共有12支的队伍来参加的比赛 那因为我们最有这样的比赛 可以让我们大普里地区的一个运动员 能够勤进一堂 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我们正在举行三分球的一个比赛 我们有大概有四十几位 四十八队位的球员报名参加 大家可以看到 那边进球率非常的高 水准还蛮高的 那因为人数比较多 我们今年也会再加码 搬第二名的奖金 副委员派一圈肯定 普里正篮球协会办理篮球赛事 提升普里篮球运动风气的用心 也期许透过同场教计 也可以彼此的磨练技术 让普里正的篮球运动水准 可以逐年的来提升 记者陈伟一 普里正采访报道